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 欧阪世麟 欧阪世麟 欢迎订阅第一个歌的来宾 王俊平 1 2 3 4 欧阪世麟 接下来介绍是陈磊 1 2 3 4 接下来介绍是李宗盛 1 2 3 4 欧阪世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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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你干嘛 欧阪世麟 你会不会蔡超欢迎 你会不会 好 来 来 接下来介绍胡慧妮 欧阪世麟 1 2 3 4 好 好耶 好耶 好像是裝了電池的小白兔 接下來介紹陳湘瑞 栽彈王子 栽彈王子 1,2,3,4 好 中國藝術 向右轉 向左轉 好,跪下 不用跪了 接下來介紹的是徐淑瑞 1,2,3,4 好,抓不住 OK Oh yeah 今天怎麼變那麼含蓄 怎麼會這樣子呢 接下來介紹李美照 1,2,3,4 1,2,3,4 滑起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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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謝謝辛苦伴奏的 詹森雄先生所率領的 華氏大樂隊 好,今天我們的觀眾是最大的 謝謝 來,口號準備好 1,2,3,4 好 先進 前進 山頂 洪白胜利 任天敬天国兴起 下次轮炒民进一 战略恶乱出大大 明治多重新发光 洪白胜利无罪案 如画好年初之刀 一直一直一直 跳下跳 好 谢谢全国观众朋友 对我们洪白胜利支持 我们想感谢的人很多 但是有一个人我们始终都忽略掉 这是我们幕后的英雄 也就是我们的导播 黄国志 谢谢大家 好 大家 大家不用抬头 大家不用抬头 也看不到 没有 待会我们在门口 会放他的照片 各位 我们每次一开场都会来讲 破除迷信 破除迷信 其实每个人看一样东西的 看法是不一样的 你感觉他是什么都像什么 可信不可迷茫 来 马上你给他拿出来 好 好 各位来看一下 现在让各位看一下 比较 来 离比较 在你来看 这个脸盆像什么 就脸盆啊 一点汇根都没有 来来来 王欣萍 这水一看 人生百态就在里面 怎么说呢 人家说如人饮水冷暖自去 对 他就看到这个脸盆就想到 人要报恩 饮水四月 是 人的点滴针当以泉勇以报 对 下水垢百岩头 人敬一尺我敬人三丈 对 你们这次在讲相声是吧 不是 不是 他的看法是 他的见解 哲理 果然是高人 长得还蛮高的 明杰的长颈鹿 好 谢谢 长颈鹿 那个陈蕾就不用看了 我看他 他有会根吗 我也有 这有水 你担一看 不然这水垂了 陈水垂 担水垂 一个来行的 可以变一下 真的 我在看 这水 水破落地 难受火 所以人生像像这样 桌子同样 尊贵 水没分 所以不要留恋过去 对 以前的陈明曲 也没有什么好骄傲的 往后的才最重要 对 是 继续努力下去 好 其实这个脸盆 大家看法都不一样 今天我们请到一位大师 来破除迷信 来断一下 我们要念念咒语 他才能出现 来 巴黎巴黎吉祥如意 巴黎巴黎红白胜利 有请黄巴黎 小家巴水 巴黎巴黎 小家巴水 巴黎巴黎 巴黎巴黎 嘿嘿嘿嘿嘿 巴黎巴黎 是啊 哈哈 鲜艾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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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utiful 已經知道主委對於這個臉盆的案法 這六祖講過 徒提本屋術 明鏡亦飛台 何處惹塵埃 其實它就像一個明鏡台一樣 可以看出我們自己的內心世界 到底我們要拿臉盆做什麼呢 來 我現在當然是要表演一段特異功能 請看 請師傅施展法律 拿另外一個臉盆來 我這個水要把它倒掉 你的時候 首先洗一洗 首先洗乾淨 金盆洗手 從此再也不乾 是是 否則一送法辦 好 這裡面是真的水 各位檢查一下 好 我們各位檢查一下 看到底是日本製的還是台灣製的 好 好 這裡面就是沒有了 什麼東西都沒有 紅大 現在各位請看 好 唉唷 從它聚精會神的這個過程就知道 真的是有用心在施放 巴黎大師 這這這這 要把它吸起來是吧 對 是要把它吸起來 用我的內力把它吸起來 請問是內力還是中力 唉唷 唉唷 唉唷這個厲害 大師不利 先拿著呼拉圈過來 看起來沒有鋼線 有鋼線 有鋼線在吊在那邊 絕對不是 唉大師 來跳一下 呼拉圈來了 呼拉呼拉 我們跟大家檢查一下 好 大師請再搖三十圈 好 不用 唉唷 大師 厲害 大師內功勝利 這個除了這個以外 大家還可以再表演 大家更看得清楚 大家有可能認為說 我是用手把這個撐開 因為手把它張得很大 手沒有這麼大 有可能會撐開 我們現在完全撐不開的東西來 好 用另外一個 那這個剛剛有 把他放在上面 太不可思議了 試試看 大師不能再一遍 唉唷 唉呀 瓜哥 筒子只在這邊而已 唉唷 唉唷 大家就清楚了 唉唷 很簡單嘛 敢問大師 這是什麼道理啊 大家應該很想知道這個秘密 對 好 我們今天要打破上個禮拜的這個 這個慣例 今天不解剖 要到下個禮拜六 華視新聞晚七項報告 的時候 我們來做這個特異功能大解剖 下個禮拜六七點三十分 二十八分的時候 氣象報告 這個時候氣象大概報到什麼地方的時候 我們大家要轉過來看 彭佳宇釣魚台海面的時候 馬上進入這個特異功能的這個九波 他是這麼麻煩 頭髮沒人看 但是這個各位朋友可能看得不夠我 要不要看更可怕的啊 要不要 來 這個剛剛要破解的是下禮拜 在破解 現在要表演的更可怕的一個內功 說到這個內功啊 可以說是 要趕快提醒各位觀眾朋友們 切莫在家裡模仿 唉唷 這位大師有法力的 你們千萬不可以模仿 來 請擺道具 各位 這個功夫如果要會的話呢 首先要保持童子之身 唉唷 真的嗎 童子之身才可以 那大嫂 那小孩充滿 現在要一部摩托車 從這個板子騎過去 唉唷 再看一下這個力量有多大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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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唉唷 你看這個西瓜已經裂掉了 是是 我要檢查一下 接下來表演就不是西瓜了 什麼黃巴黎黃大師的頭啦 瓜哥我確定它是西螺的 要檢查一下到底有沒有戴鋼盔啊什麼 對對對那個帽子先拿起來看一下 那是一般的頭套 看了有沒有戴 有聲 這樣撞不聽 這樣這顆包開包丁 巴黎巴黎 奇想如意 巴黎巴黎 巴黎 干腦 干腦除去 危險 危險 哦 打主意 再一次強調電視機前面的小朋友千萬不要學啊 千萬不要學啊 這是一萬法力的 黃巴黎 大師 你要誰騎啊 小董啊 我 我會被兇手啊 小董 下禮拜去土城看你們 騎啊 手小心 跳 還好啊,還好 巴黎大師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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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祥無藝 巴黎 紅白勝利 掌聲鼓勵 我彌陀佛 太精采了 太精采了 巴黎果然神功 請問我們的帳戶要會在哪裡去 我們請要會在哪裡 大師,我剛剛好像騎得不是很好 可不可以再給我一次機會 可以 但是這次換別人騎 小董既然是我的分身啊 小董 不,大師 我不會 我不會 聽說瓜哥這幾塊這幾個禮拜下來 聽說公益進步很多 對沒有,我們建議的成山口 瓜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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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你是眾望守規啊 不然我們訴諸你明明 掌聲,瓜哥躺著請舉手 請拍手 哎呀 那是瓜哥 請人逆偏 請人逆偏 不是 我又不是彈指申 我又沒法力 但是呢 師傅隔空加持 真的嗎 可以嗎 就沒事 給瓜哥再度熱烈的掌聲鼓勵鼓勵 謝謝 來來來讓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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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 哇 瓜哥有什麼話跟我們 瓜哥還有什麼話跟我們交代一下 我們可不可以先打個電話回去 來不及,來不及 瓜哥想吃些什麼東西啊 要不要找兩套漂亮的衣服 好 好,來 好 現在我們請到要幫我們騎摩托車的人 我們歡迎龍翔,我的徒弟 龍翔,徒弟 壓住,壓住 謝謝 龍翔,龍翔還不要騎 走過去就睡掉 不是 師傅,我只是來收一下這個摩托車而已 好 我跟他請的,跟他 我要來收摩托車的 我是請這個師傅 他還不用騎摩托車 他只要走過去我頭都睡掉了 我請個司機載你回家 好耶 我們歡迎送巴黎 謝謝華巴黎 華巴黎 但是我們要講解一下 這個呢,雖然那個有安排有學習過 但是呢,這個這個 槓桿的原理對不對 敲敲板的原理呢 欸,欸,欸,欸 華巴黎 華巴黎 你要體積缺緊 安全吧 所以我們要破除迷信 因為看到人家有神功就要捐錢啊 幹嘛 是是是 是不是 剛剛那個呢,是因為槓桿原理 但是小孩子還是不要學 要經過練習啊 對 我們破除迷信 是 至於剛剛第一個這種吸的 吸心大法呢 我們下個禮拜來破解 再來揭曉 你會記得 永遠的記得 永遠的記得 我們曾經擁有 善良的日子 我寫著 我要對 掉眼淚 我生的 生完第二天 他跟演玲兩個 大肚子 兩個大肚婆 就出現在我的病房 你难道不明白是未了 我说你听到了吗 赶快回来吧 运用你最大的智慧回到我们身边 要不是有情人跟我要分开 她说七姐如果我的儿子长大 我也要跟你一样 请上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向各位报告现在是中华民国85年 10月30号 星期三晚间11点 为什么报告这个时间呢 因为我们今天在红白胜利的现场 下午1点55分的时候呢 我们召集了于峰的很多好朋友 在现场为她祈福 希望有奇迹出现 希望她早日能够苏醒 结果我没想到在5点05分的时候 是 她竟然离我们远去了 是 所以向各位报告一下 免得待会各位看了画面会觉得很奇怪 我想各位呢大概都跟我们一样感到非常的惋惜 演艺圈呢又失去了这么好的一位人才 那么 不过既然成为既定的事实啊 我想大家都跟我们一样感到相当相当的难过 是 嗯 既然就像小董讲了 她已经是一个事实了 在此我们也希望于峰小姐 你能够舍弃这一切 好好的呢 去你应该去的地方 不要再执着了 是 我想这个于峰呢 也永远留在我们所有艺人的心目中 她永远是我们的好朋友 是 所以接下来这段呢 我们还是要播出 我们希望大家来看一看 于峰在我们所有艺人心目中 她是怎么样一个好人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今天是中华民国十月三十号 星期三下午两点 在这个时候我们 为什么特别把日期告诉大家 因为我们今天 希望全国的观众朋友 以及我们于峰的好朋友 聚集在现场 用我们祈福的心情 回向给于峰 希望他能早日的康复 苏醒过来 所以我们凭着这个心情 所以请到了一些好朋友来呢 来一起来为我们于峰祈福 今天为什么特别做这个祈福呢 因为罗比林罗妹妹 跟她感情私教非常好 在曾经于峰在梦中也来托梦 希望给她有七天的时间 在礼拜六播出的时候 就是她七天最后一天的期限 所以我们特别在这个礼拜三 今天特别来为她祈福 我想先请罗比林来谈一谈 对于峰的感觉好不好 我们两个认识呢 可能算是圈中里面呢 认识最久的 已经认识了过了半辈子的时间了 我们的生命之后过了半辈子 刚刚认识的时候是 我看到她她看到我的时候 那是在一个disco的场合里面 因为两个人呢 面貌相似 然后呢 装扮也相似 装扮也相似 那时候年轻气生的时候 觉得我也很讨厌她 看她不顺眼 她也看我很不顺眼 觉得互抢风采 然后呢 两个人都从来没说过话 那她旁边那时候就已经有 她的老公在旁边了 那时候他们两个已经认识 已经在一起了 那么后来一直到 我们以前很早的时候 我们要演戏的话 或者是要上电视 或者是拍电影的话 一定要拿演员证 才能够去来演戏 那所以我们两个不约而同的呢 都去参加这个 演员训练班的这个课程 很巧的 无巧不成书 是上天安排得来怎么样 刚好她坐在我后面 她也去哪里 她也去哪 因为我们两个人 就出道差不多的时间 她也去哪 那一期我们还有现场的 曹熹平 高凌峰 刘瑞琪 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 我生我第二个儿子的时候 刚好那个护士跟我讲 她说 秦华姐 那个余峰也是在这个医院 她也快要生了 我就很兴奋 我就请了个护士 帮我打电话联络 结果我生的 生完第二天 她跟严宁两个大肚子 两个大肚婆 就出现在我的病房 在看你 可是我们两个看到的时候 我觉得很好笑 我们两个就一直笑一直笑 因为余峰变得很胖 她真的变得很胖 她说她胖了25公斤 然后她这样来看我 然后她很开朗 她说 哎呀 徐外町 你有没有认诚吻 我说 有啊 她说我也有 她就把她肚子给我看 你知道 她这个举动 对我来讲 我觉得她 她很可爱 我真的很爱我这个朋友 虽然我们不是常常联络 我们不像罗妹妹一样 常常在一起 可是我真的由衷地希望 她能够有奇迹出现 我们在这里真诚地祈祷 我们想请周团单位也来谈一谈 好吗 我今天早上刚刚去过医院 看到她 之后我在她耳边跟她讲 我说 我说余美 我说我是阿丹 我说来看你 我说 虽然你现在的情况 并不如我们预料的那么的好 但是我相信你听得到我讲的话 我希望你 能用你当初 下这么大的决心 要离开这么多爱你的人的这种决心 再回来 再回来我们这边 让我们这么多的好朋友 等着你 我们一起喝咖啡 一起聊天 你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有什么任何的怨言 讲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听 我不相信 会有过不去的事情 我说你听到了吗 赶快回来吧 运用你最大的智慧回到我们身边 他有反应 对 机器有反应 所有的机器都有反应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大家 运用我们所有人的信心 把这个信念给予他 让他赶快回来我们身边 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朋友 所以我们有一个女人 我可以这样讲 我希望他能够 赶快回到我们的身边 其实 其实 以 整个他的好朋友来讲 我跟他的年代不同 而且外形呢 既不是美女推也不够长 但是我觉得 这个事情 在今年五月 我记得我们上一个母亲节特别节目 就是他关家七节 你知道吗 我也姓张 我们是本家 我说 我从头到了不知道余峰姓张 我说这样子啊 因为在那之前呢 我们曾经也不知道有什么机会 碰到这他生了一个儿子 那他也很高兴 我也恭喜他 只是 人啊 这条路谁都会走 就是走的这个时间 实在是太不对了 因为在院里我觉得 我当了妈 对 所以说这条路 这种走法 是 我相信是 不会达成 但是我们但愿在这个地方 今天我们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在哪边一直跟他讲 我说如果真如你告诉我 你这么爱你儿子 你不可以这样做 你应该要 要想到他还那么小 我想很多的声音给他 虽然我们不了解 他整个内部的变化是什么 但是 本身 我在台大的六位病房 就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看到那个 孩子在现场的那种天真无邪 我想 这里面当妈的都蛮多的 是真的是很舍不得 非常地舍不得 他曾经跟我讲过句话 他说 七姐如果我的儿子长大 我也要跟你一样 请上 做 到一些 需要帮助 哇 哎呀 好帅哦 哎呀 哇 这是我们节目第一次的全裸的 哇 哇 哎呀 哎呀我交代我 我交代我弟弟 绝对不能照下半生 哎呀 好好玩哦 好玩哦 哇 平常自己洗澡啊 没有啊 有用人用 是玩水的啊 玩水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黄华伦 华伦 阿伦啊 华伦比提 因为他的他的环境跟我一样 从小都很苦 我知道 因为我这两天跟他的家人谈话中 他跟我一样十七岁就要负担去整个家 所以我们感觉上就是说 他的外表其实 不如我们想象中那么开心那么快乐 那种感觉也许我比较能体验 所以 在这种情况之下 除了 我想这么多的好朋友 我们的亲戚 甚至是很沉重很沉重 所以 一直希望能够每一个人真的能够 住着我们的这种祝福 跟我们的这种祝导 能够加强他那种 要回来的意念 我想他 真的是像我们也讲的 后悔的不得了 他一直觉得他做错 但是这个时候呢 大家的力量来给他 希望能对他的帮助 是那一天十月 十月二十五号 那时候四点多我在睡觉 然后刚刚一个记者打电话给我 你知不知道那个谁谁谁 我说 我就吓一跳 我当时就醒过来 我就开电视一看 真的是每一台的电视都打出来 艺人余峰怎么怎么样 我真的当时是愣住 然后晚上又去上 那个罗妹妹的现场call in 我整个人心情是不是很好 我认识他们两位的时候 是我们是同班 我们就坐在旁边 我今天还把他 我们的那个十八期的毕业纪念 车的那个车子带来 来 你看我们这个是 这个大概有十六年前了吧 中华民国电影制片协会 第十八期影剧人与阿将 余峰 这是余峰啊 这是余峰 对 他叫张玉文啊 张玉文 所以你看 他是河南相乘的 一点都没有变 真的 我希望余妹妹赶快好起来 真的 你舍得你那么可爱的儿子吗 舍得我们这么多的 这些好朋友吗 真的 我希望你赶快再回到我们演艺圈来 真的是祝福你 真的 我希望要赶快好起来 紧张是抓心脏 你一直抓胸干什么 不是 人家 哇 他紧张的情绪是不一样的 害我也跟着紧张兴奋起来 是 来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是不是有什么 对 你放炮都没那么紧张 你放什么 来 預備 啊 后面打开了 余峰加油 来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在这边我有一点想 替余峰的 替余峰本人替余峰的家属来 感谢很多很多关心余峰的朋友 因为每天在医院里面 我们看到各地来的 有特异的功能的 学气功的 或者有什么秘方的朋友 来自全省各地 有屏东的 有花莲的 有高雄的 有台南的 他们甚至有的是开车来的 开了好几个小时到医院来 那么由于不认识余峰的家属 就站在这个角落里面 等机会 等机会把自己的方法提供出来 那么有很多人从早等到晚 那么我去了 有时候他们认得我 就来跟我讲说 我们有这个方法 可不可以提供给余峰 这个点点滴滴在 每天在医院 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 因为 我们是余峰的好朋友 我们去替余峰做任何事情 我觉得是应该的 那么有这么多余峰的 这个电视上面的一些观众朋友 他们这样子的爱余峰 从老远提供这么多爱情过来 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 那么因为家属现在心情很乱 那么对大家的接待 不一定很周全 在这个地方 我要特别特别透过 这个节目 来跟大家说感谢 那么不管余峰 这个将来是怎么样 我们都非常非常感谢你的爱情 谢谢 今天我们透过这么多好朋友 也希望全国电视机 前面的观众朋友 跟我们共同来 这么多好朋友 用我们的这个祈福的心 回向给我们的余峰 希望他这个在医院 希望你在礼拜六 能够醒过来 能够在电视机前面看到我们 红白胜利这一段 大家好朋友为他祝福 这是我们最大的希望 接下来我想 我请我们这个顺子 他这个 对佛经方面非常有研究 我们大家手握的手 不管是信基督教也好 信佛教也好 大家呢 把这个心回向给余峰 希望他在礼拜六能够 能够 这几天都能醒过来最好 希望他已经 这是第七天了 Lucky Seven 让他也了解 到底有多少朋友 真正为他祝福 而且他的家人 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 一直不希望我哭泣 所以我今天很坚强 我一滴眼泪我都没有掉 我要你看到的是 我最开心的一面 就像你一样 我们都能一起开心 现在我们一起来为他祝导 好 希望大家现在呢 把心里面其他琐碎的事情 全部放掉 然后呢 我们一起来呢 观想呢 余峰小姐呢 最神情活泼 最开朗 最开心的她 我们希望她 回到她当初 最漂亮 最好 最完美的那一撒那 我们聚精会神 我自己能帮助 一切 再来 一切 一切 我曾经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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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 一切 都要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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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希望用大悲咒最好的精神 希望牵手牵引佛 再让他一次在我们的心目中 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最好 最棒的余峰 希望把这样的精神 回向给他 大家一直想他的脸 希望他赶快站起来 我要对你调远离 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 要不是有情人跟我要分开 我远离不会掉下来 但愿你会记得 永远的记得 我们曾经拥有 善良的日子 无论酸甜蜂辣 喜慕哀乐 都是我的成长迷 一起来欢迎这位富裕才 吴宗憲 欢迎欢迎 瓜哥好 是是是 中仙 中仙 是是 乔太医 我们先请坐好了 好 我还以为是是 走走走 提到吴宗憲 我们这个我的成长 当然要从小的时候开始弹起了 也是喝茶还是喝这个不知 不要客气 菲力气分手 因为我们都打了 菲力气分手 因为也没有了 刚开始又来了 对啊 观众不打算 相信吴宗憲是真的假的 但是改不了那种习惯 一坐下来就是这样 聊一聊小时候好不好 小时候啊 这个我刚刚介绍您这个有叛逆性吗 我想你小时候住住的环境 向大家介绍一下 住在哪里 其实我小时候我刚刚面临到这个家里面 爸爸因为经商嘛 他失败了以后 家里面就是一家人要很苦啊 我还记得啊 最有印象就是啊 因为我爸爸要到外地去工作 然后这个人家把这个米倒到我们家来送米 以前要叫米嘛 叫米 我们这个这个我们是姓吴啊 在哪里 把米送过来 米店就送米来 米店送米来 结果呢 就米旺一看 哇 里面空空的 只剩下一点点米 是吧 还有直接是米虫在爬 是 还有米虫啊 就是几粒米 然后那米倒进去之后啊 我妈妈就跟他讲 这孩子的爸爸刚好是出差啊 这下个礼拜就回来 然后可不可以 我们再给钱 先奢的 先欠的 先欠的这样 然后那个人就 哦 是这个样子啊 那你下个礼拜再叫米好了 又把米收回去啊 从这个米窝里面倒回去啊 哎呦 连紧剩下那几粒米啊 都给倒走了 有拍到你小时候的环境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谢谢 吴宗宪出生在台南 小时候由于父亲的生意失败 在外地奔波解决债务 因此母子两人 便过了三餐不济的生活 宗宪啊 怎么搞定一直渴呢 什么地方不舒服啊 我没有其他地方 我没有其他地方不舒服 我就是一直渴的时候 苦瓜柯好难过 妈妈 我肚子熬了 妈妈可以看 还有一点点你 还可以煮一顿饭 妈妈待会煮饭给你吃 RP 不要咳了 快点去 妈妈 那我明天怎么办 沒關係 媽媽剛剛已經打電話去叫 那個壽米的伯伯了 他待會兒就會送米過來了 那明天還是有飯吃的 你不要擔心了 快做功課 老闆 你好 你好… 送什麼… 坐下… 老闆 看你的身材 大家說你賺錢賺錢了 託福… 來… 到這裡就好 謝謝… 好… 來… 兩百… 兩百… 是怎樣… 現在我辛苦就沒錢 我明天送你店給你 明天可以嗎 明天我再送你來 老闆 是這樣 我現在拿錢 他們回家我們就有錢 我這裡給你的 你神經病了 沒有錢要吃米 老闆 老闆 沒有錢要吃米 老闆 我這裡有米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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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我說 我並不知道余宗憲的病 就是當時列入十大絕症之一的百日殼 所以根本沒有醫院肯收留他 媽媽就這樣背著他四處求醫 終於黃天不復苦心人 事情有了轉機 醫生 醫生 醫生我拜託你救救我兒子 醫生 醫生 誤過了好幾家醫院 那都不救我兒子 坐坐坐坐坐坐坐 坐坐坐坐 不要這麼緊張不要這麼緊張 怎麼咳那麼厲害啊 那怎麼發生 這蠻燙的 來來來 往那看一下啊 嘴巴張開嘴巴張開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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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啊 怎麼可能啊 他是不是跑了好多家病醫院啊 別的醫生都不肯收他 我拜託你 你收收他 你救救他好不好 這位太太 你要聽老實話還是 還是你就抱回家 要不聽老實話 醫生怎麼樣 你告訴我 我兒子他怎麼樣了 你 這咳那麼厲害啊 這是當今十大絕症之一啊 百日咳 難怪你跑那麼多醫院 你哭也沒用啊 我也無能為力 你帶回家好了 不 醫生我拜託你 我求求你 你求求我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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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求求我 你不能這樣子 來來來 你先坐 你先坐 我 我 我 現在有沒有這種藥可以救 不過 我最近我是有研究百日咳的 我 這一種藥 特殊的藥 但是我是從馬身上提煉出來的 我 這是土方法 爺 你讓我試一試嗎 我願意你救救我兒子 我也希望他能好起來 重慶 乖 乖乖 你看 慢 不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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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 Regular 哭啊 你要注意到他 晚上要看好 乖 要哭了 宗憲乖 就這樣媽媽抱著吳宗憲一整夜 終於救回了這條小生命 因此到現在為止 吳宗憲對於媽媽都是相當相當的孝順 真奇怪 白吼等於是喉嚨就不好 又咳 白日咳 他這麼會唱歌 喉嚨啊 歌聲完全沒有受到這個白日咳的影響 所以我後來我真正知道自己會唱歌 是在我高中一年級以後 對啊 那時候就當吉他社長 就開始彈吉他 但是很奇怪 哥哥姊姊他們都很能唱歌啊 跳舞啊 怎麼樣 但是我就是不行 爸爸媽媽也就 你根本不行啊 人家唱歌跳舞啊 你就旁邊看就可以了 對 不要學人家 不要多少講話 怎麼樣就可以 怕你喉嚨毛病犯 後來我就叛逆啊 就覺得說 你們越不要我唱 我平常是唱 對 然後就開始 哇 那個吉他啊怎麼樣 聽說這個 就是在高中的時候就喜歡追女朋友 也還好啦 你在民歌唱歌那時候 對 那是什麼時候 初戀啊 真的因為我其實是個性上蠻保守的人 你知道因為我第一段初戀啊 談了十年了 哎唷 對啊 問題是更可笑的是 我跟那女孩子分手是因為 是因為 這個可以講嗎 可以啊沒關係 觀眾朋友一定很想知道 我不講 你不講 你不是不要太好 好 你唱片就賣不好 因為 好 因為 因為她是我的第一個女人 但是我不是她的第一個男人 這樣子啊 對啊 你看我多保守 你會很計較這個嗎 我很計較啊 但很計較 我認為 你是她第一個男人 她不是你第一個女人 對啊 你怎麼知道的呢 不 你那時候性知識就那麼豐盛 不是我有看書啊 看書 讓我們去看這段初戀片 初戀片 初戀片 宗旭 吳宗旭 你怎麼會來啊 我是特地來看你的 真的嗎 對啊 因為 一個多月沒有來上班了 我真的好擔心 對我太好了 我好感動啊 還有阿浩 這花是送給你的 真的嗎 這花真的是送給我的嗎 你怎麼知道我喜歡粉紅色的花 因為我看過啊 因為我看過啊 還有啊 我現在知道說 沒有你的日子是這麼難過 我覺得我的生活頓失重心 而且我的人生 根本就沒有了目標 這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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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感動了 那 你喜歡這個花了 你喜歡嗎 我好喜歡啊 那就好 阿浩 你不覺得 好像少了點什麼嗎 太乾淨了 如果能來點音樂 那氣氛不是更好嗎 嗯 OK 嗯 老實的 看什麼阿浩音樂 我看不見 阿浩 還不見 你不見 我回來了 我回來了 爸你來了 女兒 病好一點沒有啊 唉呦對不起 對不起 原來您是她爸爸 那這麼說的話 你們就是獨臂刀王王羽先生 你神經病啊 不要緊啦 不會不會 我是阿浩的爸爸 奇怪了 我們家台東怎麼變高了 不是 爸 林宗憲你幹嘛 人家台東拿的買得不錯 我爸買的 這位年輕人是不是 爸 我給你介紹 他是我好朋友 他叫吳宗憲 你好 你好 對對對 泡爸媽你好 你好 我是吳宗憲 怎麼那麼面熟 我們是不是在哪裡見過面 我們在餐廳 我來看一個奶頭 我先告辭了 等一下 我想起來 你剛在路邊買那個 我買果汁嘛對不對 買什麼果汁啊 你買那個東西還不承認 我想 年輕輕買這個東西 泡爸 你想用到我女兒身上 沒有沒有沒有 那還得了 你不要打 我不要打 我不要打 我還沒有用 沒有用 雖然如此 吳宗憲和阿炮很快地 就成為一對令人羨慕的小情侶 後來吳宗憲到台北發展 兩人分隔南北兩地 所以感情便發生了變故 吳宗憲 你的電話 謝謝啊 喂 阿炮 嗯 我中線 啊 什麼你爸出車禍啊 沒有錢 不是啊 我跟你說阿炮 對 不是說我不借你啊 因為我跟你講 我剛剛跟參謂公司解約 我現在哪有錢啊 而且我現在欠了幾十萬耶 嗯 不 對啦我知道啦 我跟你講阿炮 你先不要難過 我既然幫你想辦法嘛 好不好 嗯 嗯 好啦好啦 好 我再跟你聯絡啦 好 OK 好 謝謝啊 阿炮 好 後來吳宗憲並沒有籌到錢 可是阿炮的父親卻過世了 阿炮 你聽我解釋嘛 我也知道我也很難過 我 我跟你講 借不到錢不是我的問題 因為人家不借給我錢嘛 再說這個事情 我真是心有餘力不足 我對不起你 我做得不好 可是 唉 你又何必這樣子呢對不對 我知道你很難過 因為你父親過世了 可 唉 你也說說話好吧 你開個口吧 你一整天都不講話 你這什麼態度什麼意思嘛 宗憲 嗯 沒想到 在一天之中 我同時失去了兩個 在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 我們分手吧 唉 阿炮 好 何必呢 你又是做什麼呢 我知道從以前我們交往到現在 這麼多年來 每次找家都是我太挑剔了 是我不好 可是也沒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嘛 我堅持到台北來 那是因為為我的理想 我正想做出點成績來 所以我沒有時間陪你 不過你相信我 我可以補償你 你再給我一次機會嘛 好不好呢 你不要再說了 再見 阿炮 十二 你不要再說了 你不要再說了 阿炮 你不要再說了 阿炮 你不要再說了 再見 阿炮 你不要再說了 阿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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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你剛剛那個畫面 你們有一起去看電影啊 有 我印象最深的是 我們一起去看了一部電影 因為那個電影也沒什麼錢看 那一部電影通常都看了兩遍 印象很深啊 看那個閃亮的日子 閃兩天 蛤 沒有 對對對 兩天下片 兩天都下片 那第一天我們就去看 哇 那電影真的滿爛的 好爛看 但是我們兩個就坐在電影 你們也置不在電影 你們有在看嗎 有 有 因為她那個歌詞 跟我內心的世界很像 你我為了理想 然後歷經了千辛萬苦那種感覺 所以我們就 就在那種情景之下 兩個人 還看了是痛哭流涕 還抱著哭耶 然後很難過這樣 你不是哭是想趁機親人這樣 哪有 然後就看了 看了一場又一場 就這樣看到當天的晚上 好 剛剛提到她女朋友 已經有美好的家庭婚姻了 不過今天很難得聽到 她自己感情的告白 不如來唱這首歌 這首歌是你戀愛時候初戀 最難忘的 讓她能聽到她默默的祝福 這樣好不好 來來來去 閃亮的日子 來願你會記得 永遠的記得 我們曾經擁有 善良的日子 淋愛好 無宗憲 無宗憲 這個歌詞我剛才看了 還真像你們的遭遇 對啊 為了理想 為了目標 然後就這樣唱了那麼多年 有時候想起來真的是 心裡面就是 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苦 但是 無宗憲一到台北 對對對 來共同 唱名歌不在台北嗎 那種 明哥在南部也有唱 台北也有唱 到台北聽說你這個環境不是很好 住的地方很破爛 天啊 那是 因為那是離家 因為我那時候就想說 反正離開家裡 我就是要唱歌 那爸爸就是講 很簡單 你如果要唱歌的話 很簡單 沒有成功 你就不要回來 要不然你就好好念書 也不准跟家裡拿錢 對 不過那時候是怎麼樣生活 怎麼度過難關 我們也拍了一張低草片 真的嗎 來來看一下 吳宗憲在北上發展的時候 由於家裡沒錢 事業又剛起步 所以 吳宗憲 你不是跟唱片公司簽約 準備出唱片了嗎 怎麼還住這麼爛的地方啊 不是 我也不想這樣子啊 可是沒辦法 雖然跟唱片公司簽了約 也一直沒出唱片了 我現在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也沒事做 有一餐沒一餐的 唉 我認識還差熬過去了 來 不是 吳宗憲 你住這麼爛的地方啊 不是 老師啊 對不起啊 因為我現在也沒有工作也沒有錢 我想就過度實習嘛 老師啊 你怎麼會來這裡呢 喂 我們所有人都聽過你的創作歌曲 覺得你非常有潛力 來點坐坐坐 喔 真的嗎 年輕人不要上智 萬丈高樓平地起 英雄不怕出身低啊 哇 機會來了 真是啊 祖上記得 三生有幸 我們決定呢 你怎麼讓你這名唱片製作人看上 我真的 我真的有潛力嗎 對對對 我們聽過你歌曲很滿意 所以決定也跟你簽約出唱片 真的啊 老師謝謝 謝謝 謝謝 別客氣啊 就這樣了 可是老師 嗯 我跟別的唱片公司也簽了約了 我怎麼跟你簽約呢 你這年輕人怎麼到處亂簽約啊 真是 但是我告訴你 年輕人啊 你這個眼光啊 要放遠一點 不能太短視 你既然承認我是個明製作人 你就要相信我 我做過多少大牌 對不對 結果我們手上之後一定紅 你看人家簽了一張合約 到現在還沒跟你出過半張唱片 有什麼好值得信賴的 那老師我現在該怎麼辦呢 賠錢了事啊 解約啊 賠錢了事啊 解約啊 這個事我幫不了你啊 出唱片我可以幫你嗎 解約的事你自己處理了啊 要怎麼樣你自己想清楚 再跟我通電話了 老師 你確定啊 如果把約解掉的話 你會幫我出唱片啊 老師是有頭有臉 什麼時候騙過人啊 是不是 要跟你簽約你就要相信 錢都掌握在自己手上 我走了啊 謝謝啊 走了啊 乾杯 哇 我要發了 明製作人幫我出唱片 我要…我要借約 我要借錢把約給解掉 喂 請問是紅白錢莊嗎 對…我想借錢 多少…三十萬 對…可不可以麻煩快一點 我很急 我覺得需要用錢 好好好 謝謝… 先準備好了三十萬 這…那好 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這是你的合約書 謝謝老闆 那希望你以後鴻圖大展 這是看你的造畫啦 謝謝… 我自由了 我可以出新唱片了 明製作人… 製作人…打算給他… 呃… 喂…是…製作人嗎 你…哪一位啊 老師是我 我中獻…吳中獻 吳中獻啊 我…我只要打電話找你了 我跟你講 沒問題了 我約已經解掉了 而且我全都還給這老闆了 沒有…我已經試一下 先跟你講一下 什麼事啊 我跟你講我那個新唱片 我自己有一些想法 就說呢這個…我們那個在選舉 喂…你先聽我講 因為我剛剛跟股東開完會了 股東一直覺得說這個… 你的唱片可能要… 可能要暫緩啦 目前是不太可能出啦 什麼時候出我就不太清楚了 為什麼… 我…我會舉例爭取就是啦 就這樣說啦 不是…老師 我怎麼會這樣子啊 喂…喂…老師… 老師… 怎麼話掉了呢 言後出… 什麼做出不知道 我完了… 我真的完了… 我也太透明了… 儘管如此 盧周燮仍然不放棄 在經過他不斷的努力之後 不僅成為實力派的歌手 更成為家喻副曉的知名主持人 剛剛這個情形就是… 謙怡你自己自動解約嘛 對 我就是後來我就想說 好了要不然我就解約啊 把這個… 因為唱片其實已經做好了 這裡面有點出入 然後這個母帶啊 我就整個把它買回來 你自己寫的嗎 就花了三十幾萬 有我自己的歌 那三十幾萬你是從那裡 就真的跟高麗戴… 前裝接的嗎 一部分… 那時候因為三十幾萬… 高麗戴可思那個真的很恐怖啊 很恐怖 很大啊 那我就想就是說 下個月啊 標會啊 或幹嘛把它還掉 那後來是怎麼樣還這筆債 就是標會嗎 還是說另外找… 都有啊去賺錢啊 我那時候其實我收入滿豐富耶 就是說拼命這樣唱 一天大概唱八個多鐘頭 這樣我們來簡歷一下 我們這個… 這個吳宗憲很多資料 我們也收集 詳不詳細不知道 您聽聽看 好 這個歌是天倫家鄉的歌 這個歌是童安格寫的 你現在講出來他不敢承認 那歌這樣 風吹著故鄉 風吹著故鄉 在那個馬山寒話站有沒有 然後… 所以你對國家貢獻還這麼大 是… 也吃吃了 沒辦法統一對 因為就是會吃吃喝喝喝 是嗎 當兵前曾在南四角一帶主持牛肉場 那個時候實在是因為 他們就講說南四角啊 然後一天… 牛肉場就對了 對… 這個牛肉場很猖獗啊 很猖獗 然後三場一千這樣 然後我說 唱民歌一場才一百多塊 三場一千 那你三場一千 這三十幾萬也很難換 很難啊 但是我每天都在做啊 每天都在… 我真的賺錢也滿辛苦的 隊伍從事股市營業員 在股市崩盤前賣出股票獲利上千萬 對啦 就我進唱片業界啊 是很多人是為賺錢而來啊 但是我是為了實現… 理想 我的生命當中的一個缺憾而進來 跟一般的歌手比較不一樣 所以你是自己花錢錄唱片 沒有啊 那時候有唱片公司 但是很多人都誤以為 這個年輕人很囂張啊 怎麼樣 對不對 唱民歌哪有人開百萬名車的 一個鐘頭 那是做股票的關係 對… 第一次接鑽石舞台通告 從一點到晚上收工都沒人理會 從此封殺鑽石舞台 我現在一直要找那個執行師做到 因為當天啊 就是下午一點多的通告嘛 然後十一點半就來啊 然後吃了便當 跟我們那個宣傳啊 然後吃了便當就開始等 一進來裡面什麼都沒有 就是這個棚啊 就… 對啊 池地空流黃賀樓 然後這個棚啊 還沒有搭景啊 後來人就來搭景 搭完景 樂隊來了 慢慢看到這個瓜哥 我們就來了 依照慣例還是遲到慢慢來了 然後還有鄭先生啊 一起進來 結果呢 就很開心看你們錄啊 放飯啊 晚飯時間 錄影的時候你也在看 也在看 你從頭到我欣賞了 我就在旁邊 就是沒叫到我們不敢上來 你是好像一部活的攝影機 從我們搭工程拍到我們 結果呢 結果你們都一錄完了你知道嗎 晚餐的時間 也跟著吃了 對 又跟著吃便當 已經看到擺在後面那裡 也喝了養樂多 現在變大還是一樣 還是養樂多 幾年都沒改變 都沒長進過 是啊 是啊 後來就完了 晚上七點多又開始錄了 我又看到 你又開始看了 對 觀眾鼓掌 我們跟著鼓掌啊 鼓了手都腫起來這樣 九點都十點 怎麼樂隊走了你知道嗎 那我們兩個還除在那裡 怎麼樂隊走了 真是由始由終啊 樂隊走了就算 你們兩個也走了 我們在宣傳才天真呢 他安慰我 他可能是錄單哥啊 可能是 我說 然後我說 我是新人 他們可能 會不會突然間就 把你來錄單哥啦 那你就爽死了 好好加油啊 兩人共免之上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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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後來啊 怎麼搞得猜緊的來了 不是 人家就拿鐵錘啊 拿鐵釘鐵錘 最後守夜的來看 小偷啊 沒有 後來就留下來 他不是整理一些垃圾啊 什麼這樣 我說 欸 小偉啊你問一下嗎 有沒有消夜 蛤 不是 問那個阿伯有沒有消夜 糟糕怎麼沒有叫到名字怎麼辦 他說 算了還是你自己問啊 我說好我去問 欸這位先生 個子不是很高 我現在一直在找出這個人是誰 我們一直在王君的地底 不是 因為那個年代喔 大概找得出來 我就 欸先生請問一下 這個 怎麼沒有輪到吳宗憲 今天不是有他 吳宗憲 這個節目以前是王君跟左洪遜 左洪遜 你是跟矮矮的 很有可能 就是左洪遜 我們一直找不到 他說 你帶吳宗憲是嗎 我說不是不是 我就是吳宗憲 還不能說 還不能說 因為新人嘛 然後他說 喔 啊 啊 你怎麼在這裡 我說 我中午就來了 今天不是有我們的通告嗎 他說 喔 是這樣 好 下次我們一定會再發你 好 謝謝 謝謝 然後就走了 我們兩個就跟我們宣傳 然後我那個宣傳 眼淚已經快掉下來 我說 欸 小衛 走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就是那種跟賭神一樣 slow motion 走出來 從這裡一直走 雖然只是到一個門啊 大概幾公尺的距離 哇 兩人幾乎是含著淚水 我說 小衛 走 我還講了一句治理名言 這個節目叫什麼 然後他說 叫鑽石舞台 我說我們把他封殺了 走 然後我講很大聲啊 你知道嗎 沒有人敢這樣講 雖然裡面沒有人啊 但是我 因為我講爽的而已 你知道嗎 但是瓜哥我算不算有骨氣 有骨氣 但是我講完之後啊 我們最好笑的是 你講這段故事 我們還沒有一點回憶 對啊 所以說我是不是很悶吧 沒有沒有 王君也得到報應了嘛 哪有 現在肥胖了 你看 那時候就肥胖了 對 肥胖不是病 病起來要在面 本書幾個奏藝節目 連續被叫停 因此被封為節目終結者 有在本台有錄過那種錄兩集 主持費沒拿到 然後就說 下車我們換人了這樣 還只是遇 還只是試錄的而已 對 試錄的 對 所以有經歷過很多 其實你有沒有這樣經歷 也不會成長啊 澳門豪賭輸掉三千多萬 這點我要幫你 不是三千 這個嗎 我們做這個節目 對 你說這個寫得真是滿離譜 八十十八十五年左右 澳門豪賭三千多萬 所以有時候看報章達的時候 不對了嘛這樣 那他父母看了一點難過 對啊對啊 所以我替胡宗賭講幾句話 他不是那麼愛賭的一個人 這是賭的 澳門豪賭輸掉三千 我可以做這沒有 他是很多地方加起來才有 蛤 左華哥 你不能 總數還是不變嘛對不對 那我們就沒有錯嘛 知道沒有錯嘛 我還以為有能吐出什麼好話來的 你要嚇死我 就是 今天看到他呢 其實他也是一個從鄉下 可以說是奮發向上 刻苦賴老師 也許他這個 謀生的管道 不是說大家可以說 覺得說是很正常什麼 到牛肉場 超級營業員 但是一個人到困境的時候 只要正當手段去賺錢 是 都還不至於去偷啊搶啊殺啊 對不對 這個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那今天有沒有在最後的 為我們觀眾朋友 下一個一個註解 自己所想講 或者有沒有什麼自己的錯誘名 可以跟我們所有青少年朋友 一起勉勵 對 我覺得啊 其實我這個人啊 我遭受的挫折啊 比任何人都來得多 對 對 很多朋友他們 像在演藝界來講 我是覺得 屢敗屢戰 因為我是 白戰白勝 對 雖然曾經跌下馬 但是啊 我一再地站起來 一再地努力 所以我最後有一句這個英文的話 就是夕陽的諺語 The crowns are still in the air 小丑的心永遠在空中 這句話什麼意思 這個意思就是說 像我們曾經 因為馬戲團裡面小丑 他的來源就是有空中飛人啊 這是第一個表演項目嘛 最重要的 那他摔下來之後啊 他變成不能在表演空中 只能就賣花生啊 爆米花 汽水這樣 那抬起頭來 一看到這個空中飛人在表演 收到這麼多的一個掌聲的時候啊 他覺得啊 很難過 好像 好像以前的事情 但是自己只能在這裡 所以他淚水就下來了 喔 所以小組常常這邊會發一個 會發一個淚珠 那等到大家擅長的時候 他自己也很爬到這個高台上面啊 握住那個 握住那個 然後突然間好像聽到群眾對他的一個呼喊 然後突然間就往下一掉 藝人是很悲情的 然後啪嚓就 可能就掛了 我們今天也謝謝吳中興來談到 我成長跟他的理想 也是默默祝福你 謝謝 能夠完成你所有的志願 好不好 謝謝吳中興 謝謝吳中興 謝謝瓜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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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們紅白勝利 從4月20號播出到現在呢 收視率節節高升 也現在呢 廣受朋友的喜愛 真的要感謝我們千千萬萬觀眾朋友 對我們這個節目的支持 更要感謝我們華視上上下下 對這個節目的支持 特別也請到我們華視的大家長 總經理張家鄉先生 來我們講幾句話 謝謝 謝謝 胡瓜 兩位主持人 一共三位主持人 白小姐 今天很高興啊 在這個 紅白勝利 獲得壓倒性的勝利之後 來參加這樣一個活動 特別是我們高興的 白家的小姐 來參加這個活動 我們是不是應該給他一個掌聲啊 這個紅白勝利啊 在王君先生的製作 胡瓜先生 董志成先生 徐孝順先生的 共同組織之下 可以說非常用心 從一開始播出啊 就立定志向 要把龍熊虎蝶打垮 經過 半年的努力啊 終於達到這個目標 我想這個白小姐 白家的小姐 她是綜藝界的前輩 所以請白小姐 跟我們講幾句話好不好 總經理 主持人 還有各位 現場的各位同學 電視機前的朋友 大家好 我覺得很高興 那麼這次有這個機會呢 來到這個現場 好久沒有到攝影棚裡來了 不過 沿路上我就聽到很多人講說 目前 在國內最受歡迎的節目 就是 這個節目 我覺得很高興 今天能夠來參加這個節目 祝福你們這個節目 節節高升 謝謝 謝謝 我胡瓜主持節目十幾年 從來沒有跟我們白小姐照面過 今天真的非常有榮幸 讓我們三位大開眼界 是 平常都在報章雜誌看到您 平常的國慶 或者重大慶典 或者是節目收視率有好的時候 你才出現 而且還有對於公益活動 需要幫助的時候 他是慷慨解囊 是 大家從報章雜誌也知道 他的家居生活呢 非常幸福美滿 所以今天在我們紅白勝利呢 更要借助您的福氣 來可以高歌一曲 為我們大家帶來祝賀 觀眾想聽 我們要幫他點一首歌好了 是是 我看我們總經理喜歡聽什麼歌 總經理希望能聽到 白家裡唱什麼歌 王昭君 王昭君 好 王昭君 老師 這個是非常難得的機會 不好意思 我們詹生雄不會奏這首歌 會啦會啦 會啦 等一下 在另外一個攝影棚我唱給你聽 好不好 還要賣個關子 好 今天謝謝我們白家裡來到我們現場 是 我們在台慶的時候你也參與了 我們不如我們開個香檳好不好 對 總經理 還有我們總經理張總經理 是 我們希望呢 這一刻呢 希望大家都們一起來慶祝 這個節目的收拾禮 來 我們請總經理跟白家裡小姐到第一杯 來 掌聲鼓勵鼓勵 耶 來向著我們這節目的燕圈流長 謝謝張總經理 謝謝白家裡小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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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谢谢大家